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罗和妈妈在动物园工作 他们总是各自忙碌着 做完所有的事情后 阿罗很喜欢把手放在嘴巴里 津津有味的咬指甲 除了咬指甲 阿罗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动物狂欢节就要到了 这是动物园每年最盛大的节日 也是小镇每年最重要的一天 那天小镇上的所有人都会来到动物园 欣赏动物们的精彩演出 而今年人们对演出格外期待 因为还有一些小演员将第一次登上舞台 小演员们也无比期待自己的首场演出 当然 不仅有期待 还有 我很紧张 紧张得不能再紧张了 小猴子说 他把尾巴绕来绕去 倒挂在了树上 阿罗看着猴子 很想为他做点什么 或许你可以试试咬指甲 阿罗紧张的时候就会咬指甲 你们在吗 小变色龙被吵醒了 我们在想办法赶走紧张 你也紧张吗 紧张 当然不 可是我很难过 因为我怎么都变不出几种颜色 小变色龙摇摇头 忽然哭了起来 阿罗看着小变色龙 他说 嗯 或许你可以试试咬指甲 阿罗难过的时候就会咬指甲 有什么好吃的 什么好吃的 小狮子打着滚跑了过来 他看到大家好像在吃东西 我们在想办法赶走紧张和难过 阿罗 小猴子和小变色龙说 小狮子从来都不会紧张和难过 他力气很大 无所不能 一切都很好 没什么好担心了 除了 你们说我该在狂欢节表演什么节目呢 小狮子挠着头说 或许你可以试试咬指甲 阿罗不知道如何选择时就会咬指甲 很快 更多的动物围在了他们身边 也加入了咬指甲的行列 干什么 这是在干什么 土拨树钻出地面 好奇地问 我也不知道 但是大家都这么做了 我也就加入了 鳄鱼咬了一下自己的指甲 接着又咬了一下 其实这一点也不好吃 也不好玩 他心里暗想 动物狂欢节终于到了 小猴子第一个出场 他要为大家表演高空舞蹈 他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 自溜 他没有抓牢吊杆 因为他的指甲太短了 小变色龙表演变色 变红色 变蓝色 可是 或许是因为吃了太多指甲 他的肚子忽然疼了起来 小狮子选定了自己的节目 开罐头 可是他失败了 小孔雀的开屏表演倒是进展得很顺利 只是观众们总觉得 哪里好像不太对劲 今年的动物狂欢节真是一团糟 真是一团糟呢 其实 如果我有些紧张 我会倒挂在树上 小猴子忽然说 阿罗没有尾巴 不过阿罗也可以抓住树枝荡来荡去 我难过的时候会敲敲大树 小变色龙说 阿罗也敲了敲大树 树干会发出闷闷闷的声音 我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就会揉揉头发 小狮子说 阿罗也把头发揉得乱七八糟 不过 看上去还挺酷的 除此之外 当你感到紧张 难过 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 吃点蜂蜜也是个好办法 翻跟头也是个好办法 挖地洞也是个好办法 做鬼脸也是个好办法 我还有一个好办法 我还有一个好办法 小袋鼠忽然大叫 我的办法是抱抱妈妈 呃 抱抱妈妈 呃 或许抱抱妈妈也是不错的办法 嗯 抱抱妈妈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办法 好了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指甲里有很多的细菌和病毒 所以我们不能养成要指甲的怪习惯哦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格子将讲会呗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拍摄几个频道 微信搜索